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海滩 你确定你不是骗我来买什么酒店 我没有钱买酒店呢? 不是不是 这个是度假式海景公寓 然后它距离波底CIQ只是5到8分钟的距离而已 车程 所以你讲在市中心有海边 这样没有骗我啊? 没有没有 而且还有 你可以看一下那边 还有一个我们400米的人造沙滩 这样Gabriel对面是什么地方啊? 对面那边呢 就是我们的对岸新加坡 Sungai Buro Reserve Land Sungai Buro Reserve Land 啊? 这么靠近去新加坡? 对 超靠近的 别骗我啦 对 一个岸就到那边新加坡了 很晒 开过眼睛 很晒很晒 然后这个沙滩呢 旁 早上啊 其实如果你买到这里 早上你可以来这边散散步 晒智光域 哇 有人在晒智光域 你可以看那边 有人在晒智光域哦 OK 这样那边是可以停船的地方吗? 可以 那边是可以停 如果有私人游艇啊 还是船啊 都是可以来这边停放 上岸或下岸的 那你只是要驾你的私人游艇 再我们走一圈? OK 还没有这样快 还要多十多二十年 OK啦 我给你五夜的时间 啊 可以 五夜时间我们还会在这边 所以这个整个海滩都是可以来这边? 对 都是开放的 所以只要是这里的居民 或者是不是这里的居民 都是可以来的 OK 我是有听说讲他们就是 如果是单位卖了以后 可能这边会 关成是 private beach 来游泳 啊 因为它这边是 有做成一个很像 泡这样子好的 所以游泳池啊 普通的 看是很漂亮哦 我见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是他们的那个 beach bar OK 然后你看到现在有 S10 出来的就是 你可以知道它的生意多好咯 自从 MC 以后 原本就有几个小小的那个 那个是叫什么啊? 那个叫 那个草草的东西 草草原本几个 现在已经生意太好 要 S10 了 我喜欢带我的孩子来这里 因为为什么 你可以在那边 坐着哦 吃点东西 翘着脚 然后就丢他们在旁边玩沙 对 而且晚上旁玩来这边是很舒服的 还可以看看这边的日落啊 但是你应该要 到我们来看西洋 听说这里的西洋很漂亮 OK 下次我们再来 然后还可以看到这边的 Landscape 也是很特别的 它是 有请Designer来设计过的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它是3D的 Landscaping 所以会有层次感啊 你感觉 不会很像很单调 对 而且这里好像听说已经5年了 还保持到很漂亮哦 对 这边的项目是在2017 2017和2018 所以现在大概是5年了 差不多5年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还是星星一样美美的 是 然后现在Pensy 我马上去阿里 是在这个Bar啦 看一下这个Bar可以吗 可以走 所以这里就有它的那个 桌子椅子 你可以晚上在这边 order food 然后有酒 可以在这边chill 然后有时也是会有那一个 music band 对 然后这边的营业时间通常是旁晚过后才开的啦 OK 走旁晚看夕阳啦 对 下午 它有upgrade了咧 这里好像可以半点 Wedding也是可以来包场做Party 哦 是耶 之前我们来这边没有看到那个了咧 感觉我是在外国度假 你确定我们是在新山咯 对对对 而且我们是在新山市中心咯 就是我讲的 所以有时我会带我孩子来 我就在这边 点个饮料 然后带他来放风 在旁边玩 因为看着他是很不错 跟老公二人世界 然后孩子去那边沙滩玩 他在旁边就好 旁边就好 所以也很安全 这个也是新建咯 之前我们来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看到这个是吗 这样子看好像有人要求婚 所以要求婚可以来这里 也是可以来这边打卡啦 晚上 OK 所以现在我们看了这个沙滩 嗯 然后那边 就是我们停船啊 游停的地方 刚才我看到这个 是什么 小小渔船在这边停下来 是咯 之前没有看过咧 所以我们可以嫁游停 这个沙滩是从印尼来的 这个沙滩是从印尼来的 OK 这样子现在我们看了下面 这样美的海边 你要带我们看什么 周边环境 然后今天我要带一片细去看三方两侧 而且是 无敌美的海景 要真的美咧 我要蓝蓝的 然后有比较可逆的 很美很美 上去好像在巴黎度假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等下我就带你去看真实的 教防标准单位 肯定哦 我就不用出国 我可以在这边感觉 来租个Airbnb 有度假的感觉对吗 对对 这样子我们Let's go Let's go OK German 我们现在 哪一个Unit 对 我要有WOW的感觉啊 如果不不不不 WOW的话 等下我不要拨的 你就不要拨哈 我带你来的这件事 你一定会WOW的海景吧 啊 现在我带片心来看啊 我们带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三房两侧的单位 三房两侧 要有WOW的感觉 对会有的 要人心头快了 只是补充一个房间的话 等下他们留言给你就算了 等下我再带你去看他的风景 就多美 有没有很WOW的感觉 来绕一圈 有 哇 这个真的很不错 为什么 你来看这个 我们先来看风景先 看风景 这个肯定是我的景嘛 不会像你跟我讲 有东西建起来是什么的 不会不会 我们买公寓 其实最担心就是 5年后还是10年后 前面会建东西嘛 哇 Fancy这个以后 都是不会建东西的 OK肯定哦 水上面不会有东西啊 不会不会 你恐怖吗 如果有的话呢 如果有的话 你来找我再换单位给你 哈哈哈 换两个给你 啊换更美的 OK 因为这个景好 是因为它除了Unblock 特别这样 你觉得在这边还蛮privacy的 因为看到的就是海 前面的人的户型也是在那边 人家不会特地这样弯他的头过来看你 你不会看到人家的阳台啊 不会看到人家的阳台啊 那种 OK 那边是哪里啊 那边就是新加坡了 新加坡的 那边啊 那边啊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右手边这边就是我们 Eskandar区哦 Eskandar 然后这边好就是 不会在新加坡工业区 所以你这边可以呼吸到新鞋 也像在云顶耶 你看 萌萌的在云端的感觉 嗯 今天天气也很好 意思是讲哦 荧幕很美 也很热的意思 可以看到蓝蓝的 这一片海 哇 所以我喜欢这间哦 因为你感觉到它比很多 呃我们其他介绍的三方的单位 它是很长的一个 它是长方形的 所以这样子转过去 你们进来 the kitchen 在那一边 然后 嗯 然后它这样子的形状也是好 你看如果你们不喜欢 它不会有那种视角 你可以做那个 sliding door 是吗 如果要做sliding door 或者我这边放个bar 然后如果要煮饭的时候 可以这样关起来 对 你可以做透明的 啊 你在这边煮饭你的美食 还可以看到你的家人在这麽 ok 它就是纯粹一个很美的长方形 一目了然 嗯 手部有很多便便嚼嚼 ok 然后现在这个kitchen哦 你可以看到kitchen double top啊 cabinet啊 这些全部都是有full song 都是在 这些呢 冰箱啊 新的哦 全部还没有开箱的 啊 等到时fancy 你买了这些 我再来带你开箱这些加电器 所以到时候你帮我装一下 对 这些 这些组的啊 kitchen booth啊 这些也是当天才会开箱的 ok 所以就是讲他们给你最新 他没有给你好了 然后给他 对 哇 所以Aircon也是有的 对 Aircon也是有 然后我们这些kabel啊 拉电啊 这些全部都已经拉好了 那我们现在这个下午的时间 阳光真的很充足 整个白白的 而且你看咯 是 全部白白的 我们现在没有开店哦 你都可以感觉到整个的采光都很好 我喜欢这个发展的项目是因为它 它有natural lighting 然后它的架式全部也很干净 就很美丽嘛 不会好像很乱还是 所以我一早上起来会觉得 满满的真的能亮 亮亮的 ok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景 因为你早上一起来的那个感觉 和那个气场和那个能量 嗯 就不一样了 所以看镜头都不要拍我们了 还是拍外面那个景色吧 一直拍景色 一定要来 比较景色的 每个人要拍我们的 ok 现在我们来介绍房间 看一下房间咯 嗯 妹妹你让他们看小房间 ok 我们先来看小房 哦 这边会有我们一个common的厕所咯 也是一样干湿分离啊 ok 然后我们这个小房 有一点特别是 它还有自己的阳台 哦 所以每一间都有自己的阳台咯 没有 另外一间没有 啊 所以这间有阳台呢 它就会牺牲点 里面就会比较小咯 可能你可以放study room 或者你做工在这边 做完工 你可以出来这边 吹吹风 可能抽个烟啊 还是什么 放松一下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景色啦 嗯 就是每个房间的每个住户 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 对 零现空气的感觉 然后你看风很大 对 你看Pensy的头发 一直在飘 然后感觉那个方向台 OK 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小房 这个的话就没有自己的阳台 这个就是整片大幅的落地窗 所以它跟刚才的风景是一样哦 OK 所以我带你们来看主人房 OK 现在Pensy的那边看 有两个小房 和这个主人房 主人房一来到这里 这个衣橱是ready的 OK 然后你看它不是随随便便装给你啊 它连这些小的东西也做得很好 就是你有时候很喜欢的 不是很贴心啦 一些小细节 这种很fashion的 可以挂你的裤子 不用每一件都买掉来掉 很凉 然后有你自己的私人厕所在这一边咯 基本上呃你初日只需要装灯 OK 装灯 其他东西 lost furniture 其他的都已经好了 OK 来 所以主人房叻 你如果不要在客厅叻 晚上要你的primacy 你也是可以来这边 有一个自己的阳台 所以这一个户型我很喜欢 是因为它有三个 balcony OK 客厅一个 然后两个房间有 balcony 然后很长的一个 OK 所以这一个方向的房间呢 你都可以看到对面 OK the garden 所以你看到我们这里 这个项目已经差不多五年了 五年你可以看到我们还是走那种热带雨凌风 OK 所以你看对面的garden 这么多年了 免贴到是不是像星星的 是不是这样在度假的感觉 我们现在不是在kotdown啊 也不是在哪里度假 没有带你去哪个荷兰啊 我们现在真的是在金山市中心 OK 我们看一下这边 OK 这里咯 台 可以坐在这边 看台景 OK 你要看里面 八卦里面的风景 跟外面海景都可以看到 嗯 OK 我们现在去外面 看多一次海景咯 看风超大 Gabriel 景色如何 OK 很美啊 我在欣赏这边的景色 然后我还有发现到 就是跟我们 在走那个 私人沙滩 我看到呢下面还有人在清理咯 嗯 嗯 所以保持到很 也是很干净啊 所以我们的沙滩 是私人人造沙滩 然后定期有人 呃 处理的咯 所以晚上的时候 如果你们觉得 欸住这里我觉得好处就是 因为现在生活忙忙碌碌碌 其实讲真的没有多少时间 可以去做 其他事情 可是如果你坐在这里真的是 或者是当下你觉得想要放松 你就可以下去 OK 走走 或者是 呃 想要去shopping 你又不想去mall很多人 你可以在这边的neighborhood shopping mall 我们连电影院都有 看个电影咯 嗯 嗯 然后去山滩走走咯 然后下面的那个beach park 越坐越大越坐越淡 整个山滩我怕要给他们做掉了 嗯 可以来搞个浪漫 你看下面花园 也是很美 是不是像星星的 真的是像在哪一个 你以为你在巴黎还是在 菲律宾度假的感觉 对 这个不是在巴黎 还是菲律宾 这个是在星山波底市中心 对 我们现在在星山波底市中心 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是 还有什么要补充呢 应该是没有 哈哈哈 对 还有还有 如果要找 星山波底市中心 就是像这样 海景 海景吗 牛齿球吗 哈哈哈 海景 然后又是很像度假式的 公寓可以找我们 所以我们处理很多 波底星山的公寓 所以如果 虽然讲我们看了 我们很多直播 这是我们喜欢 我们介绍给你的 可是可以自己来 因为很多的公寓 都已经是ready 所以你可以当下来 feel一下 你喜不喜欢 所以如果想要联络我们的话 你可以click我们的 whatsapp link 按进去 从whatsapp 跟我们联络 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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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